臣動土順利 台積電董事長張周謀現身動土典禮 因為這可是台積電的大日子 驚遠18場在台南科學園區正式動工 一拜祈求開闢順利 親自拿香帶領全體人員拜拜 為的就是祈求見場過程 一切順順利利 因為18場投資總額高達台幣5000億元 是台積電在台灣第四座超大型晶圓廠 18場就是無奈 無奈 我們是會在兩年後 就會開始量產 台積電搶先全球在2020年量產5奈米製程 預計未來五年營收增加1兆5000億元 帶動5-10%的成長 也為台南帶來4000個工作機會 接下來台積電的廠房還有機會落腳台灣嗎 深奔台灣 對台灣 對台南接下來的三奈米 也會在台南科學園區 承諾三奈米廠會跟流台灣 在半導體教父的橋手安排下 先進製程已經佈下整命的天羅地網 全面對戰近期動作平平的三星 也讓台積電在後張周謀時代 仍能站穩腳步 強力鞏固世界版圖 環宇新聞陳炎衛 柯黃銘陳舒曼 台南報導 對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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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方